本星期,Vitaville警方逮捕了一名涉嫌偷試汽車的男子 嫌疑人Ray Santay Edward Beard,26歲,來自Norco,事發於3月12日 警員在Vitaville市Amergosa Road 1188號路段的Wallmart停車場發現了一輛1998年款的Honda私家車 該車輛先前在Cabazon報告為被倒車輛 警員目睹了Beard坐入了該車的駕駛座 在警方試圖攔截時,Beard駕車逃逸,引發了追逐 Beard駕車逆行,超速駕駛和闖紅燈最終被警方逮捕 Beard目前面臨肖市逃逸和持有被倒車輛的指控 調查顯示,Beard曾因持有一輛從河濱縣盜洩的車輛而被定罪 目前仍在換形期內 任何有此案相關訊息的人士請撥打Vitaville警察局電話 760-241-2911 公眾亦可撥打Vtip熱線8007827463或登陸Vtip.com匿名提供訊息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